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今天的 1月25號的台股直播室 那價均股價指數 在封關之前 居然給你跌了 快300點的幅度 那當然 很多投資朋友都看到說 哇 昨天道瓊指數拉了 1000點的這個下影線出來 結果台北股票市場 怎麼表現得這麼不正 那其實理由也很簡單 就明天就最後一個交易日 又剛好遇到了 這個期貨的結算 所以就會有一些 這種調節性的賣壓出來 但是投資朋友們 你千萬不要緊張 也不用太過於害怕 我的原則上面 我還是告訴你一件事情 台北股票市場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來說 真的非常的便宜 這不是點數在哪裡的問題 而是它的價值 真的被人家低估了 那當然這種回檔 讓我也回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在去年10月份的時候 一樣遇到這樣子的重挫 一樣遇到行情的回測對不對 我還記得當時去年10月份 我們先把這個圖遮起來 有沒有 當時的貴買指數也是重挫破底 再創新低 那時候也是拌到一個七七六八 嚇死人 大家怎麼辦 驚慌失措 那時候很多的融資都已經斷頭了 可是我告訴大家說 你不用擔心 你不要害怕 台股太過於便宜 未來都會怎樣 都會往上衝 所以你就看到說 後面貴買指數破底完之後 就開始往上創新高了 短線打個底出來之後 就開始往上創新高 所以你想想看 你在這邊買股票的 你後面你是賺到爆掉 真的是賺到翻過 所以現在有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告訴你在這個地方要放空 但是他沒有告訴你 所謂放空的風險 因為你當你的股票 來到一個相對低檔區的時候 你想想 我們在那個位階點上面 大家都在恐慌 結果我們在買股票 你的老師在放空 最後結果會怎樣 我今天就揭曉給你看 當時我跟大家談說 那時候不要去做鋼鐵航運 你要跟著我來做新小期 新小期的概念股 新是什麼 有新的產品 新的應用 小股本跟奇怪的資金 來去做布局的一個動作的股票 我就說你往這個方向去找 你絕對可以找到好貨 所以當大家在很恐慌的時間點 我告訴大家說 我們第一個好貨在這裡 這家公司叫德維 它是第三代車用半導體的公司 當時量占比200跳升到20 我說量縮回來 未來會繼續漲上去 尤其是BICE來到-9.57 那主力的成本區間在這裡 股價回到主力成本區間 有沒有 下去買啊 尤其是當時 加權股價指數跌了180點 當時在16000點 跌100多喔 180喔 很可怕喔 可是我告訴大家什麼 指數大跌又不跌 均線向上還會上量縮回檔繼續漲 所以強制股回來 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166塊錢市價買進 163.5元成交 買到了嘛 買完之後呢 10月19號開始恭喜亮燈漲停板 第一個燈出來有沒有 然後呢 就一路的往上創新高 來到220塊錢 繼續亮燈漲停板 創新高有沒有 第二個燈 然後呢 242塊第三個燈到298塊第四個燈 1月11月1號的時候 所以呢 你在低檔趕去做佈局的 來到240塊錢 10天價差76.5元 來到10月22號 13天價差101.5元 然後呢 來到10月27號 16天的價差 漲幅已經高達70% 然後呢 再來上去的時候 到11月1號已經快要來到300塊了 這樣子漲幅高達82個% 那你的老師在這裡幹什麼 他告訴你要放空嘛 他告訴你要賣股票嘛 他告訴你要把持股出清 甚至要去空這一檔標的 後面被嘎了80個% 這樣卻嘎八錢耶 所以 同樣的時間點啊 當時的時空環境 不就跟現在非常的相像嘛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很害怕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股票市場沒有未來 大家都覺得說 現在應該要去放空股票 現在應該要去做什麼 龍券的交易 那當時你空壽一檔股票 你就這樣被嘎上來 嘎了八成耶 你要一檔股票跌八成 還真不容易耶 但是你一檔股票要漲八成 我講實在的 你的買點是對的 機會都非常的大 而且我也不是一檔股票漲八成啊 所以我說 每一次在行情最悲觀的時候 你真的需要有人來給你做協助 但是我希望你要找對方向 當大家都很悲觀的同時 當市場上面很多專家在告訴你 哇 未來台北股票市場 會怎麼樣又怎麼樣的時候 那我講實在的啊 那不就是最好的時機嗎 因為他們過去這段時間 不就都看錯嗎 我舉個例子跟大家談嘛 我當時跟大家聊說 哇 這個葛拉罕 美國股市的一個資產管理公司 美股的一個資產管理公司啊 那當時跟大家談什麼 美股已經泡沫已經形成 美股恐暴跌將近50% 這是今年1月21號的時候 美國股市在跌的時候 他跳出來講的這一句話 告訴你未來美股會暴跌五成 OK啊 那我就看到這一個則訊息的時候 這則新聞的時候 啊 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看這個人我覺得我看過耶 這個人好像以前他也有出現過耶 然後我就去搜尋啊 我就去Google大神上面找了一下 還真的給我找到耶 他在去年的時候 2021年2月5號 就曾經講過了 他說美股大屠殺將至 格拉罕警告 史詩級的泡沫 5月前就要破裂 去年2021年2月5號 你去搜尋看看 同樣這個人有沒有 趕快都這個人啊 同樣這個人啊 然後他告訴你 哇 原來5月份泡沫就要破裂 到現在為止美股恐暴跌50% 但重點是說 你的倒窮指數並沒有像他這樣啊 他講得那麼恐怖啊 後面是大漲了17%上來啊 在創下歷史新高啊 然後呢 他又出來講話了 他又跳出來告訴你說 哇 美國股市要暴跌了 你要趕快跑啊 那真的是這樣嗎 你在那種人家做已經 極度悲觀的位置點上面 你去恐嚇人啊 那我講實在的 你用時間拉長來看 你絕對會是一個輸家 絕對會是一個輸家 該買股票的時間點就像這個時候 行情最差 每一個人都是悲觀 大家只想賣股票的這個時間 你才有便宜可以減啊 所以我是一直跟大家談嘛 我之前告訴大家說 行情過熱它會回檔 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沒人相信 當時1月4號的時候 融資過熱不要追高 你要等待拉回 因為當時的融資維持率 就已經來到179塊 要到180個%啊 可是反過來的 當你現在融資維持率 已經降到160%的時候 籌碼都被洗乾淨了嘛 那我不是說 他馬上要走V型反轉 可是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當你很多的福額被清洗乾淨了 當你很多的這種短線的交易課 都被請出場了 那你現在留下來的呢 就是看得見未來的男人嘛 就是看得見未來的機會的人嘛 那他們為什麼不跑 那為什麼行情在這麼恐慌的情況下 他還能夠逆勢抗疊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找的未來 所以不要怕行情回檔 指數的漲跌就跟天氣一樣 有晴天有下雨 你不可能要求他一直不下雨 可是下雨的時候 你一定要做對動作 拿起盆子來做低接嘛 你要拿泥湯啊 拿個大水桶現在來去做接水啊 那你等到未來天晴的時候 那你才有水可以用 這不是很基本的道理嘛 不是叫你去追股票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房 所以包括說那時候去年10月份 我也告訴大家像這種股票啊 開始有人在頭背有沒有 大盤跌下來量佔比700 跳升到350 這跟大量長紅棒出來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房 我在做生帽的時候 一股是46塊喔 然後你等到它漲上來的時候 漲到56塊錢 我說你稍等一下不要急 回來還有機會再買 絕對還有機會再買 可是當你要買的時候 當時的行情比現在還恐怖耶 9月22號那天指數重挫400點喔 四百點喔 我告訴你買股票 50.8元買進 然後再來指數重挫398點 我告訴你買股票 我一樣叫你買股票啊 但是你後面再去看看 我有沒有叫你買對嘛 每一次都是這樣 強勢股拉回買 46.8元買 50.8元買 51塊錢買 每一次的買點都是對的 後面往上創新高 那你就賺錢啊 後面往上創新高 那你就賺錢啊 可是重點是真的 你沒有我的call訊 你在這個位置點上面 你有那個勇氣 有那個信心下去做布局嘛 這樣子也是賺四成耶 我賺四成我真的很不滿意 因為後面3305的身貌 後面它是漲到了92 它是漲到了92塊錢嘛 最高點來到92塊啊 可是你的老師都叫你追在這個地方 我也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啊 所以我說 碟真的沒有關係 行情的漲碟它都是意思的 重點在於說 你現在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會影響到你的未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規劃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我現在看到的方向 不是說我現在 它馬上就會發射 可是當時間一拉長的時候 它自然會做一個實現 那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沒有 你因為害怕的關係 你不敢下去做布局 那你因為害怕行情的漲碟 你不敢下去做動作 那還拍謝啊 等到真的未來 加捐股價指數 再創歷史新高 它可能往兩萬可能往三萬點去賣進的時候 那你手上呢 你又只能往股心態 看就看它在漲碟啊 就不敢買啊 當初低點的時候 你就要聽洪老師的話 那時候就要來去買股票 為什麼不敢買 因為你沒有口訊 你不知道說現在什麼樣的股票是好的嘛 那我也給大家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我就說我就是看好半導體 我就是看好台積電的未來 尤其是現在台積電跟蘋果的市值真的差得太遠 但是這兩個市值它會拉近 因為台積電 因為蘋果不能沒有台積電 那台積電7200億美金的市值 當時歷史新高的位置喔 那跟蘋果不到蘋果的三分之一 我認為太過於低估了 太過於低估了 當你未來台積電有漲勢的時候 當你未來台積電要跟蘋果兩個拉近它的市值差距的時候 那你覺得台北股票市場會走空嗎 所以行情的漲跌就是一時的嘛 它就是在洗籌碼 那如果它籌碼洗得越乾淨 那未來呢 行情的空間不就越大嗎 所以我一直帶你看見的是未來 而不是現在的狀況 那你現在要做的動作很簡單 找到好的股票 好好的報股 來去過一個新年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 再講 您不再妄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即速播 立即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車禍現場拍照錄影五原則 車禍發生五人受傷不死亡 汽車上能行駛 應儘速拍照後 將汽車移至路邊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點後方 適當距離處 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三 拍攝全景 記錄車輛終止位置 以標線為參考基準 將周邊固定設施 如標誌 耗誌等一併設入 四 拍攝烹撞點 車損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擁塞 應儘速將車輛移至 不妨礙交通至安全地點 人沒事 車能動 自行拍照 儘快移至車輛就對了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任俊 在11點到11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當然最近有很多 大家都覺得很莫名其妙的利空 就包括就是說 聯準會要升息這件事情 那當然明天 聯準會就要開會了 那我認為 不論它升息與否 其實對於股市來講 都是很大的一個力度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這樣 從過去的聯準會 跟美國股市的走勢來做一個比對 這是真實的數據 只要聯準會開始去做升息的時候 標普500指數就開始往上走 對不對 那每次聯準會開始升息的時候 其實股票市場 它都是往上去創新高了 那最經典的一年 就是2016到2018這一年 聯準會開始去做升息的時候 哇 結果美國股市是一路的創新高 一路的創新高上來 所以呢 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升息應該要 股市應該要重挫啊 聯準會收資金 所以怎麼樣又怎麼樣的 對不對 那這個是教科書上寫的 但是事實上呢 並不是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理由很簡單 因為沒有任何一家的央行啊 會利用利率把自己的股票打死的啦 美國也是一樣嘛 如果我今天因為升息的關係 然後會導致股票市場崩盤 會導致經濟開始衰退 那你覺得聯準會敢做嗎 絕對不敢嘛 他一定不會做啊 那那時候如果他覺得經濟還會衰退 那他就一直放錢就好啦 同樣的 他就是覺得說 現在的經濟太好了 那未來呢 我可以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稍微降溫一下 可是降溫 他不代表他要走空嘛 我只是把原本要成長10%的幅度 壓到剩5%剩6% 那重點是他還是成長的 他還是往上做翻揚的嘛 所以當你看到聯準會要升息 你從歷史的經驗來看 最後的結果都是往多方去發展 他都是往多方的方向去走 所以你現在在這個位階 因為聯準會想要去升息 所以你去放空 那我告訴你喔 等到這個利空一旦結束了 等到大家發現升息 其實沒有那麼恐怖的時候 那股市呢 他要開始反映他的價值 所以我說就連台積電都一樣 我說台積電 你說600塊錢的台積電 你不會覺得太熟嗎 我覺得真的太便宜了 便宜到我覺得 你就回來的時候 你要敢下去做切入 那我在買台積電的時候 200塊錢買的 400塊錢買的 600塊錢以下 我都叫你說勇敢的下去做布局 但是你不敢買啊 從你原本200塊錢買得起 到現在600塊錢 你已經買不起了 那你就看著股票 就這樣一路的漲 一路的漲 一路的漲 漲上來 創新高 創歷史新高 創歷史新高的時候 才想去追 就一追就套牢 有沒有 這就是人性啊 高票沒興趣 你都不敢買 但是興趣的時候 再哭哭去撩 你的老師都帶你這樣做 叫你追航運 叫你追鋼鐵 叫你追元宇宙 然後全部停存在低檔 OK啊 那我都覺得說 你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包括航運 鋼鐵 元宇宙 都有機會反彈耶 那你剛好停存在這個位置 我們說一件比較難聽就好了 2002中鋼有沒有 你說一檔股票 昨天公佈獲利 一檔股票賺五塊錢 結果現在股價只有三十幾塊錢 我覺得它就是低估啊 不只台積電低估 連中鋼都低估啊 雖然說我以前很不看好鋼鐵 因為我在做威智的時候 一股才十億塊多 你叫我等漲到六十幾塊錢 再去看好它 我真的看這樣看不下去 可是不一樣啊 可是現在呢 當股價跌下來的時候 它獲利還是這麼多 那我再整理一段時間 那未來開始做反彈耶 結果你的老師賣掉了 結果你的老師開始在放空了 那不就是最好的機會嗎 因為它之前就是帶你買在高點嘛 那帶你停損在低點 那現在呢 它都停損掉了 籌碼安定下來了 那不就是最好的一個時間 跟一個最好的布局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行情沒有改變啊 變得只是你的心而已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都看不懂 那看不懂你就不要做 很正常嘛 但是呢 當你看得懂行情的時候 你就不會慌 心有所本無所拒 無所本心才會慌嘛 所以我說我以台積電為核心 我把它當做一個出發點 包括材料 包括設備 包括IC設計類股 我認為IC設計類股 未來也有機會啊 因為台積電的產能 開始開出來之後 所有的IC設計類股 它們呢 原本的缺料狀況 開始紓緩下來 紓緩下來之後 就會開始通順 營收獲利自然會往上去做成長 這是大家還沒有看到的 可是一開始呢 它就先從設備 先從材料來去做出發嘛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聊過 有一個大家沒有發現到的 台積電隱形的受惠者 那它可能跟材料 跟IC設計都沒有關係 它叫做營建的股票 那這檔股票也很特別啊 因為我會看到它 就是因為這支公司 開始有人在討買 我在買它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說 上要是什麼 上要是什麼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不知道它會幹什麼的 這才是正常的啦 我就是走在趨勢之前 我本來在買的股票的時候 都是默默無穩的 可是呢 你等到它一舉 創新高的時候 就開始有人會去討論它了 可是真的買點 就是在這個位階啊 當我的量佔比 從800跳升到130 這一根一根的大量長紅棒出來有沒有 我說哇這真的真金白銀落下了 這就很像威治當年 在底部的一個狀況嘛 那強勢股拉回買 這是我第一趟的買點 後來這邊賣掉對不對 賣完之後再拉回 我再下去做切入啊 因為主力沒走嘛 如果今天主力是跑掉的 那它不可能是量縮 你的成交量都沒有出來 你怎麼賣股票啊 這很簡單的道理嘛 所以呢你這種量縮回來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 買點對了有沒有 1月17號的時候來到亮燈漲停板 這樣就創新高啊 創新高上來 你原本低買布局的 現在是不是開始賺錢了 當你開始賺錢的時候 它就一路的往上走 那26.5元再到27塊錢 營建股路障高峰創新高上來 我沒有叫你去追喔 我都一直跟你講 乖離過大它一定會做收斂 但是收斂下來 你要做的動作是什麼 當然站在買方來去做布局嘛 所以你都說哇今天好像 上要跌了很多跌了3%多 那如果說跌下來你不敢買 難道你要再等創新高的時候 你再下去做切入 再下去做布局嘛 當然不是吧 但是我在講這些股票的時候 你絕對就覺得 這種股票是什麼 你絕對不敢聽過 但是等到你未來再聽到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 喔原來他居然這麼的厲害啊 原來他居然賺這麼多的錢啊 但是媒體都會幫我們promote啦 媒體自然會幫我們去放送啦 就很像說1月15號那一天有沒有 這個新聞就出來了嘛 包括他現在手上的兩黨建案 胡硬白的部分 跟所謂的湖美地景的部分 原本的銷案已經上調24億元了 也就是說漲價嘛 我現在房子太缺 我一下子台積電的人太多進來了 進到我的所謂的南科裡面啦 那我捧著大把大把的銀子 那我接下來要去買房子 我要在那邊落地生耕 那我在那邊落地生耕的時候 自然那邊的房價就會上來 所以房地產的價格已經在調漲 那我原本建案就是建這麼多錢啊 他會因為房價上漲之後 他就少賺嗎 不會 他會因為這樣子反而賺得更多 所以我說你光他漲價了24塊錢 你去你24億元你去算一下 他的股本17.9億元有沒有 你給他除除看 你給他除除看 你覺得他今年會賺多少錢就好了 那你心中有這個底的時候 有所本無所拒嘛 那你有所本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你回來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做動作的同學 那前提在於說你要像我一樣啊 大家在最恐慌的時間點你敢買股票 大家在最悲觀的時間點你要敢買股票啊 但是買不是亂買 你要知道說哪一些股票是有機會的 強勢股回檔站在買方來去做一個切入 所以我不會怕跌啊 有很多的標的就是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好好地下去做布局 剛剛示範給你看了嘛 包括德偉的部分啊 包括所謂聲貌的部分啊 我在買的時候大家都也看得不見 那當真的氣起來就是大家真的在留 因為每個人都在那邊追股票追股票 那我就覺得受不了啊 真的每次都這樣子嘛 你的老師都帶你這樣做 那我覺得你如果喜歡追股票 你不需要找老師 真的能夠帶你買低檔的 那個才叫做真正的高手 那是真的會要做股票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就看嘛 包括我在講訓得的時候 大家也是看了 不然說這支股票不會去啊 但是我說量占比700跳升到200 大量長紅棒出來 這支公司開始有人在做 那我也講 它未來今年第一季 它新的跟加登合作的這個EUV儲存殼的 這個儲存設備就要開始做出貨了 第一季就要出貨啊 所以為什麼有人要買就是這個原因 那營收獲利如果開始出來了 又跟台積電扯上邊 你覺得它的股價會不會太便宜 所以呢強勢股拉回買嘛 108.5元買進了 111塊錢買進了 當時都是跌下來的啊 所以呢你到128塊錢的創新高的時候 你才有錢可以賺對不對 那你說你低檔沒有買 你高檔才來追 他也是創新高做拉回啊 這叫做創歷史新高做拉回 有人追在歷史新高啊 是不是你的老師都帶你追在130塊錢以上 啊你跌下來的時候你沒錢買啦 所以我說操作一定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不是跨到歐壓就開錢 你要找到一個走在趨勢之前的男人 你要知道說什麼時機點 你要做什麼樣的動作 不是跌就不好 有很多好的股票 強勢股拉回你要站在買方 來去做一個布局的動作 那我有專業 我希望說我能夠幫助你 我們一起攜手合作 我們一起來共創雙贏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 中共明天再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